德国赛周天成遭暴冷一轮由李宗伟接班人显身过关 北京时间11月4日消息 2021年世界与联巡回赛 超级500德国HYRO公开赛结束南单首轮 头号种子中国台北的周天成被暴冷淘汰 马来西亚的李子佳经过苦战后获胜晋级下一轮 周天成在首轮遇到新加坡的洛建佑 上周的法国公开赛周天成闯入决赛后 落败区区亚军 这场比赛首局周天成和洛建佑几次占平 大部分时间都是洛建佑保持领先 13平后洛建佑连续得分再次拉开 周天成努力追至18比19 关键时刻洛建佑连得2分21比18 他先胜首局 第二局周天成很快以3比0 8比3领先 洛建佑迅速还击4分追进 周天成回应1分 洛建佑攻势不减 他一口气连得6分实现反超 这之后洛建佑越战越有扩大优势 他以21比13再胜一局 以2比0淘汰周天成 南单首轮的其他比赛里 2号种子李子佳 以2比1险胜西班牙的阿比安 3号种子武加郎 以2比0立刻法国老将莱维德斯 6号种子印度的斯利坎斯 8号种子泰国的王高伦军 顺利击败各自对手 南单第二轮里 李子佳迎战印度的布哈特 武加郎对阵印尼的小苏吉亚托 李卓亚迎战泰国天才少年昆阿伍特 3号设计